小五郎亲自破案的一集 这一集科兰德森小五郎是名侦探 全程当他的背景版 剧情反转了又反转 同时也展现了小五郎超男人的一面 小五郎一大早就预感到今天有不祥的预兆 果不其然 一位叫床前小百合的女人来到事务所找他 直接把大叔吓得够呛 因为女人想让大叔给他做贴身保镖 突然间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一个叫莆田德人委托小五郎找一个不在场证人 这才把这个老女人甩掉 于是小五郎来到约定地点 因为委托人还没到 自己就先吃了起来 不一会儿委托人也赶了过来 两人谈到半个月前 美术馆的立荣先生遇害事件 但是警方怀疑自己是凶手 动机就是五年前被死者骗了一大笔钱 案发时间却没人证明自己位置 所以让小五郎帮忙 找到能证明自己不在场的人 毕竟吃人手短 小五郎果断地答应了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都没有找到能证明他的人 而委托人也一直在催 一直没希望 委托人也绝望了 第二天郊外发生了密案 死者旁边留了小五郎的电话号码 小五郎掀开一看 既然就是之前那个委托人 他也给大家解释了之前的经过 莆田先生可能就是因为被误解自杀的吧 刚好他开车到这里需要一个小时 和死亡推测时间一致 而莆田以前也有过被误会逮捕的经历 五年前 正好又是这次美术馆遇害的立荣先生遭到歹徒袭击 根据目击证言就逮捕了莆田先生 后来他找到了不在场证明就释放了 而处理那个案件的 正是小五郎曾经的同校好友 此时电话打进来 说杀害立荣先生的凶手找到了 众人一脸吃惊 就这么巧麻难道 小五郎一下就感觉名称探上生了一样 一口咬定这是他杀案件 因为一切迹象都太过于刻意了 于是来到了莆田先生家里调查 而他的外甥接定他是自杀的 行为有点过激 而警方得知他刚好又和莆田先生有矛盾 而小五郎在采访时 却遭到了一个男人的质疑 说他没能力保护委托人之类的 小五郎十分气愤 当中保证要让凶手神之以法 而小五郎又恰巧在马会上 碰到了那个曾经的警校同学 竹钢先生 也就是五年前误抓了莆田先生的刑警 直接扬言称自己也有作案动机 但是案发时自己刚好又在执勤 五年前的那个错误 直接让竹钢先生辞掉了警察职务 从此一蹶不振 随后两人找到了莆田的外甥 请询问 案发时他也没有不在场证明 而且还是到处借钱的状态 后于小五郎的压力把他们赶了出去 当走访了媒体后 得知很多消息都是莆田外甥放出的 很可能是为了遗产 然而当再次来到他家时 不幸的一幕发生了 死者 心井先生的邻居过来告诉他们 莆田遇害的那个晚上 他就在隔壁 这样就有了不在场证明 小五郎坚称自己会为此负责 选择一人去面对媒体的舆论 此刻的小五郎才是真正的开始 飞翼里敢来安慰一致萧生的小五郎 但突然间老女人冲进来 拽着小五郎就往外面跑 两人在街上慢跑起来 结果半路上遇到几个劫匪 不过都被小五郎给摆平了 医院里他听到护士谈论普天先生 经询问 护士说他在上个星期天做了检查 而且说好要控制饮食 结果第二天就和小五郎喝了起来 不计让他陷入了沉思 突然间又想起柯兰说的 会不会有人模仿普天先生打电话 仿佛知道了什么 朝之前的河吞店走去 恰恰又碰见了柯兰 询问了很多人 都说普天先生在这里就半个月左右 小五郎一脸严肃的样子 好像得到了心中的答案 然后来到他家也找到了很多脚印 柯兰都另眼相看了 然而在小五郎找到普天先生录音带的时候 被某人从后面偷袭打晕了 柯兰赶过来时东西已经不见了 但恰好普天投诉过面包商 这里有他的留言 听完后一下就明白了作案手法 而凶手让小五郎震撼了 他问起五年前竹章为什么辞职 而警官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情 当时为普天提出不在场证明的 正是竹章的妻子 仿佛一下真相就大白了 却又难以接受 夜里小五郎喝得醉醺醺的 又给好友竹章打电话 约他明天见面 其实大叔一滴酒都没喝 第二天两人约好海边散步 还回忆起了十年前 两个家庭第一次见面的美好画面 小五郎也给小兰提前交代了 今天犯人将会出现在这里 小五郎给他讲述了凶手的整个犯案过程 包括怎么伪装福田的声音 那些吹小五郎找人的电话也是伪装的 包括当时来电影的本人都是假扮的 而犯下这一切的 就是曾经的戏剧表演社演员 他的好友竹章 让小五郎喝醉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他降低注意力 以免暴露自己 而竹章一句也没有反驳 一切都承认了 两个月前 他的妻子因为癌症去世 其实他也一直后悔 让自己丈夫辞去了工作 妻子葬礼后得知 福田的不在场证明是花钱找人做的 却不向他道歉 于是就犯下了这一切 突然间他跑了起来 小五郎跟了上去 就在他寻死的一瞬间 小五郎抓住了他 拼尽了全身的力气 只为了让犯人有尊严的去赎罪